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罗门 今天单元我们要谈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九章到二十章的内容 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主题是埃及受到审判还有归族 埃及原本是犹大国和一些人民在急难的时候所仰赖的对象 当时候整个国际的局势对犹大国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想要投身埃及的硬币之下寻求保护 那埃及在自古以来在尼罗河三角洲就有非常丰富的粮草 非常肥美的土地 战马 许多的军队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国里面有些人主张必须要跟埃及结盟 对抗亚书 可是上帝却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宣告对埃及的审判 让犹大国可以知道 对埃及的依赖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到时上帝必定让埃及有战争发生 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 当时候先知预言 干旱将会临到 经济将会使埃及崩溃 埃及人他们很看重所谓的模式 聪明人 智慧人 可是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 全国上下将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这种光景 他们的国力最后会衰落无能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埃及人他们才发现 他们必须要认识耶和华 他们必须向耶和华上帝献祭 当埃及人他们也来认识上帝的时候 会宣告唯有耶和华才是埃及的神 耶和华上帝也要回应埃及人的祷告 拯救他们 因着整个埃及的归族 也影响到亚述 最后无论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民 或者是这些所谓外邦的民族 埃及亚述等 全地的人都要悔改认罪 来到上帝的面前 才能得到祝福 因此埃及受罚的先知预言 是神要显明祂的主权 不单是对以色列人是有效的 对全地任何的民族 任何的国家 上帝的主权都是有效的 使祂的百姓知道 依赖埃及寻求帮助 是何等愚蠢的事情 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上帝的审判领导的时候 上帝好像驾着快云 意思是说审判将数数的领导 上帝的审判工具有非常多样的 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天灾 地震 瘟疫 风 火 都可以成为上帝审判的一个使用的工具 审判不是目的 叫人得救悔改的救赎才是目的 当埃及人陷入上帝审判的时候 会发生埃及内部的动乱 当时候是埃及第25王朝的时候 是古时人当家的时候 古时人今天在伊索皮亚那个附近 但是当耶和华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国家会陷入内战 奔裂 因此这些国民 智慧的人 聪明 谋士 完全没有办法脱离困境 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19章第4节提到 上帝会把埃及人交在这个残忍的主的手中 这位强暴之王 陛下之他们 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暴力的君王到底是谁 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后面 一个叫做森美特库一世 这位法老王统治埃及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以他的残酷的手段 统一了上下埃及 在祝前665年的时候 他以苛刻的手段对付他的百姓 那么另外上帝也提到 天然的灾害也会使尼罗河会没有水 在第5到第10节提到 因为尼罗河是埃及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命脉 如果连尼罗河都缺水 必然会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 而民不聊胜 经文告诉我们 当尼罗河枯干的时候 埃及的渔业也备受打击 甚至连纺织业 还有棉纱的工业 麻布 通通都会受到 因为尼罗河没有水 连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要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主导之下 这种天灾人祸 是全国上下埃及受到影响 特别有两座城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古都 一个叫做索安 一个叫做挪否 在第13节提到 这两座城分别坐落在南部跟北部 这两个重镇 可以说有很多的智慧 首领 魔略家 甚至有王族血统的人 都住在这两个古都里面 可是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完全的没有办法去面对 这些国家的巨变的情势 在19章以赛亚书第14节到15节 因为耶和华是闺谬的灵 要参入埃及中间 首领是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 好像醉酒的人呕吐的时候 东倒西弯一样 在埃及当中 无论是头无论是尾 无论是中树枝或者是颅尾 所做的功都不会成就 意思是说 中树是比较强壮的 颅尾是比较脆弱的 无论是比较强壮的 一点的中树枝或颅尾 都一样随风摆动 不能够决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 而且他们也必须要面对的 就是上帝审判的领导 无论高位者或者是居低阶层的人 都会遭到一样的命运 所以在以赛亚书19章16节到25节里面 告诉我们 埃及人会归向主 神击打埃及 惩罚他们的邪恶 以及拜偶像的愚蠢 但是至终从经文里面有五个段落 却告诉我们 他们将会因为上帝的作为而回转 就是从第19章第16到25节 有五个段落 而每一个段落都以当那日来作为开始 就是当上帝的日子临到的时候 那么埃及人将回转 要信奉耶和华 而且国家将会与其他周围的邻国和平共存 当那日 埃及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致富骄傲 他们要转向神 对神和他的子民也充满了敬畏之情 因为他们敬拜耶和华 埃及的一些城市也开始的转向上帝 敬拜他 在经文里面特别谈到一座所谓的灭亡城 其实这个灭亡城的原文 原来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城 它的音很接近灭亡之城 意思是说 你知道埃及是一个敬拜太阳神的民族 所以连这个敬拜太阳神的民族都要悔改归向上帝 这是双关语 这些城市的人 他们要完全的来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管教他们 他们就哀求耶和华 上帝就兴起一个救主 一个护卫者来拯救他们 届时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 而且也会向耶和华献祭敬拜他 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提到 他们还要向耶和华还愿 耶和华要击打埃及 击打他们又医治他们 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 上帝也要应允他们的祷告 先知以赛亚这样的宣告 那个护卫者 那个救赎埃及的人到底是谁 我想学者大部分都会认为 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才能救他们 只有这一位弥赛亚的君王 才能够成为他们的拯救者 因此我们说管教不是目的 上帝会管教人 上帝会审判人 可是审判过后 管教过后 就是要让人悔改 回转人认识他 因此我们说 当埃及人认识上帝的时候 也影响到了亚述人 而在这种光景之下 两个国家将来要结盟 一同敬拜耶和华 跟神的子民 跟以色列人 一起有神子民的地位 这也是暗示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说普世 悔改归族的概念 你看 埃及人以前是以色列人的树底 亚述更不用讲 可是没想到 居然先知以赛亚预言到这两个国家 以后都要认识耶和华 而且 跟上帝的子民 独特的这种所谓的选民的地位 要一起的 来蒙受上帝的祝福 这不就是为了将来 普世宣教也好 或者是普世救赎的恩典 来做所谓的宣告的伏笔吗 那另外我们要来思想 二十章预言到 埃及跟古时会被亚述所俘虏 所以在二十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教训 就是埃及跟古时的灭亡 当审判临到的时候 埃及人 古时人 都会受到上帝的管教 西元前七百一十五年左右 埃及说服巴勒斯坦周围 许多周边的国家 来背叛亚述 而且 他们说我们埃及会保护你们 结果呢 菲利斯人 他们就听了埃及的建议 在祖前的七百一十三年就背叛了 没想到 当亚述真的兵临 南下的时候攻打菲利斯人 可是埃及居然没有派兵 出来援助菲利斯人 所以菲利斯人就被攻陷 埃及食言而飞 而这段时间 也是以赛亚预言的一个时间 那么亚述撒尔根 在灭亡的北国以后 派他的军队的元帅南下 攻打菲利斯人 很快的 军事呢 就把他弥平了这样的一个叛变 因此我们说 在以赛亚书二十章里面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周围的国家 包括犹大 还有菲利斯 他们原本以为埃及是他们的救星 他们原本以为 倚靠埃及可以对抗亚述 可是没想到 埃及后面居然是不堪一击 以赛亚以赤身鹿角 行走三年 来预言埃及跟古时的灭亡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谈到这里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跟您分享 有关于亚述 如何来继续的征服这些国家 愿神祝福你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